近日叶璇在微博中更新了一则爆料前女友的博文 成功抢到了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 博文中叶璇不仅详尽分析了小莫先生前女友的种种劣迹 更附上截图为阵 一副老娘就是要跟你干到底的模样 也着实令小编替恋爱中的女人堪忧啊 10月18日陷入i里面的叶璇显身 2016上海时装周为某时装大秀展台宣传 活动当天叶璇化身模特儿率先走上梯台 威美的画面简直就像四周环绕婚礼进行去一样感人 浅蓝色的深微粒布让叶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代价的公主 就算采访时她也是忍不住兴奋表示 已经向设计师邀约婚纱了 在后台已经就是跟她说了 就是我以前拍戏其实穿过很多婚纱 然后也不管中式的西式的 居然今天看到那一席最后的婚纱 我有种好圣洁的感觉 突然小女生的那种 那种冲动 有油然而生 真的 真的那个衣服真的好美好美 听起来怎么觉得一副好事将近的感觉呢 虽然暂时还没有结婚的计划 不过提及男朋友 叶璇完全就是一副饭花吃的小女人模样 现场更忍不住对小莫先生赞不绝口 有发信息的 品质的造型男朋友都会给意见吗 他品味蛮好的 他不是专业造型师啦 但是他我觉得他品味还蛮 蛮就是高雅的 我会听他蛮多意见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上海报道 近日叶璇在微博中更新了一则 爆料前女友的博文 成功抢到了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 博文中叶璇不仅详尽分析了 小莫先生前女友的种种劣迹 耿覆上截图为证 一副老娘就是要跟你干到底的模样 也着实令小编替恋爱中的女人堪忧啊 10月18日陷入爱里面的叶璇 现身2016上海时装周 为某时装大秀展台宣传 活动当天 叶璇化身模特儿率先走上梯台 威美的画面 简直就像四周环绕婚礼进行去一样感人 浅蓝色的深微粒布 让叶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代价的公主 就算采访时 她也是忍不住兴奋 表示已经向设计师邀约婚纱了 在后台已经就是跟她说了 就是我以前拍戏 其实穿过很多婚纱 然后也 也不管中式的西式的 因为居然今天看到那一席最后的婚纱 我有种好圣洁的感觉 突然小女生的那种 那种冲动 有油然而生 真的 真的那个衣服真的好美好美 听起来怎么觉得一副好事将近的感觉呢 虽然暂时还没有结婚的计划 不过提及男朋友 叶璇完全就是一副饭花吃的小女人模样 现场更忍不住对小莫先生赞不绝口 有发信息的 平时的造型男朋友都会给意见吗 他品味蛮好的 他不是专业造型师啦 但是他我觉得他品味还蛮 蛮就是高雅的 我会听他蛮多意见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上海报道